小羊点心铺开饭啰 欢迎收听小羊点心铺 今天是星期二 我们今天要吃的是信心松饼 神的话能使我们灵命长大 让我们一同来享用这段关于信心的经文吧 今天的经文是在明述记二十三章第十九节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 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就算全世界都说谎 天父爸爸对你绝对是诚实的哦 天父爸爸是全知全能的神 他不会说谎 因为他不像我们会犯错 面对仇敌他也没有惧怕 所以他根本不需要说谎 他说是就是 他说不是就不是 因为他深爱着我们 所以他也不会欺骗我们 让我们伤心 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他的话 他答应我们是 他一定会做到哦 就像他说他会以永远的爱来爱你 所以你永远都会是他所爱的 知道吗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吧 明书记二十三章第十九节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 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明书记第二十三章十九节 神非人必不致说谎 也非人子必不致后悔 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 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这个世界的声音好多好大 求你帮助我能单单听你的话 抓住你的应许 让我能不靠自己的力量 乃是单靠你的话 因着你对我的爱 而对未来充满盼望 以上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